7名醫生涉嫌濫發醫學豁免證明書 二萬多張攝氏免針紙由下月12日起失效 有病人組織擔憂事件會造成寒蟬效應 真正有需要的市民日後更難找醫生簽罰證明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柔在一個港台節目上表示 7名被捕醫生發出超過2萬張免針紙 部分免針紙索價幾千元 他形容數字驚人反映簽罰免針紙由市場 市民難找醫生開免針紙 他指出患長期病或免疫系統有問題的病人認為 自己身體狀況不適合打針 但就找不到醫生簽免針紙 有醫生在未了解病人的身體狀況下 就即時遠距簽罰免針紙 甚至有公立醫院醫生確認病人不宜接種 但都表明不會發出豁免證明 他又提到 政府的疫苗過敏診所預約 已排期至2028年 認為服務形同虛設 林志柔說 現時願意簽罰免針紙的醫生得很少 今次事件也會讓醫生擔心有後果 憂慮會造成寒蟬效應 令有需要的市民更難找醫生簽罰證明 他指出全球正逐步放寬防疫措施 香港亦放寬至0加3 港府應該考慮是否還需收緊疫苗通行證的空間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